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潘兆聪 恐怖在戰 今晚的Joseph 不僅是他本身 他現在是一個玄學家 你曾經做過其他行業 也接觸過這些 蠻硬性的靈異事件 一提到其中一件事 大家會覺得是地產 你曾經做過地產經紀 沒錯 幾年前 2009年 還有幾年 2007年入行 斷業續續還有幾年 真正有靈異事件的那一年 就是2009年 就是德福花園 又是德福 我們前一陣子不斷說德福的事情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 也有聽 好了你那件事又如何 你直接做德福的經紀 做地產的時候 印象十分之深刻 那時候收了一本回來 師兄跟我說 有個筍物件 我介紹給你 新裝修 清淨來源景 向北不會暗 那我心想 咦筍物件 因為剛剛進入那間新公司 不是很久 看看也好 剛好約了一些客人 通常不會只看一個盤 等等 給點提示 什麼座 H座 H座 不是真的發生5C座 5C座是C座 這個H座 是的 可以這樣說 如果是炒家見到 基本上是馬上給票 那我就進去看 看看房間 看看裝修 我挺喜歡的 但那對夫婦進去不久 然後就走出去 站在門口 即是你沒有跟他一起走的 有跟他一起走 我是開了門 一定是讓他先進去 先進去 先進去 我看到他有看 我又看 因為剛收盤回來 沒多久 我都沒看過 順便帶人上去看 看了一會 因為真的喜歡 我反而深入了看 那兩夫婦就站在門口 看了一會 真的站在門口 我看了沒多久 我真的挺喜歡 看了下的時候 我有一種很不舒服的感覺 那種不舒服的感覺 是很想吐的 除了很想吐 很想吐之餘 是站不穩 還有就是 我是聽到一些 很特別的聲音 是什麼呢 那種聲音不是粗口 類似咒語的感覺 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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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對 但是我看不到有任何東西 即是跟屋 不知道從哪裡傳出來 是 但是那時候 我很肯定是一個廳 我當時的位置 很肯定是一個廳 但已經刺了 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 刺了 後來 照看 看完之後 咦 真是不舒服 後來就頂不上樓 然後就看回那兩夫妻在哪裡 看到他們在門口 哦 等著你 是的 我就問你們是不是看完了 他說我們不看 不如看下一間 好了 我就之後離開 我不舒服那段時間持續了 大概三個小時 因為我本身是喜歡那個單位 所以就一直看 我走了 之後跟他看單位都沒有問題 臨走的時候 我們循例都會問一問他們 A先生 阿姨姐 你今天看完樓覺得怎樣 有沒有哪間喜歡 或者我們試一下幫你看看你喜歡的那間 幫你談談價錢 他就跟我說了一個單位 他就說 潘先生 你覺不覺得有些問題 我當時跟他說 其實是有點不舒服 但又不好意思說不舒服 我說 因為那個盤是新裝修 其實不錯 那女兒跟我說 潘先生 其實我看到裡面有些東西 他直接說有些東西 是的 有些東西 那我就說 有什麼東西 你知不知道 你有沒有得到一些訊息 其實我想問 我當時聽到這句話 我很害怕 我害怕就害怕 通常客人這樣說 九成都不買 那當然了 除非他是找空閘買的 是的 那我就心想 身水身汗 看完你跟我說有些東西 即是你給我一點藉口 是的 那好吧 那我就說算了 那我也聽完你講 他跟我說 柳潘先生 我看到你在單位裡面 其實是有些不舒服的情況 他看到你 是的 因為他進去沒多久 然後回到門口 就看到我 因為他在門口 其實是看到一個廳 是的 那麼他看到我 他看到在廳上 有一些白色的影 那個影 有一件奶白色的 類似的衣服 由上面旋轉 由上而下 下來 蓋上了我 上半身 但是那段時間 正正是 我是不是很舒服的時間 當時幾點 日常 太陽很猛 不過你說 不會曬到進來 不會曬到 不會曬到 但也是光猛的 是光猛的 即是那一團東西都很光 日常白白來的 白色的 但我看不到 因為我本身沒有那條天線 那條天線比較弱 他告訴我 他看到 是那段時間一直都遮蓋著你 是的 那我就心想 你講這些東西 你當然不想買 當然 因為當天我心想 我應該是未吃早餐 未吃飯的時候 急急忙忙和你看 應該是肚餓 OK 然後 即是你半信半疑 我也半信半疑 因為我是 感覺到有些不舒服 但我看不到 最主要是我看不到 後來我回到公司 我就跟師兄說 師兄會問我 看完之後 那些身盤 大家聊聊 我就說 那兩夫妻跟我說的 feedback 是 然後師兄呢 就彈起 是 就跟我說 你現在立刻跟我做一件事 是甚麼 去銀行股價 咦 好像知道一些東西 我心想 師兄這樣叫我股價 這個一定是順盤 因為當時我喜歡 你叫我股價 一定是順盤 如果是市場低價 已經很快離開 那我就立刻去做 哇 這個真是 網上馬上估計 我當時找到幾間銀行 都是大行 無毒有偶 當時 四間股價出來的 都是零元 即是寫著零嗎 零 會這樣的 零的 我心想 真的沒有死錯人 我跟師兄說 零元叫唇嗎 因為這麼便宜 怎麼會是零元 因為最主要 我當時 在那間公司入行不是太久 即是你不太知道這些術語 或者裡面的意思是怎樣 零字 我基本上很少接觸是零元 那是沒有的 應該猜不到價 正常是沒有的 如果你是很低價的 有機會是宋鎮啟 但是 如果你是零元 那段時間 我是第一次遇到的 我心想 零元那麼順盤 我就跟師兄說 師兄真的是順盤 沒有介紹錯 零元 真是好東西 師兄那時候聽我說完之後 他就有點惡言 再叫我做多一件事 你馬上給我出一份全搜尋 不是出區找 一定要出全搜尋 即是地搜尋 要全搜尋 即是由日一單位 有什麼人擁有過 由第一手業主 到現在業主 那個業權狀況 所有東西 你全部都可以看完 是馬上有的嗎 基本上可以很快 你如果在公司出 半個小時左右 就有了 我出完之後 看到 看到什麼 那份全搜尋是很添的 即是前後轉了 都是兩三手的業主 兩三手業主 即是 基本上裡面 是不會有死亡 疾病 或者死亡 或者死亡 這些字眼 即是我們行內 這是一個很好的 對 對 即是歷史也很好的 非常好 那應該是好事 沒有發生過事 對 當時我心想 真是堅準 師兄沒有介紹錯 但後來師兄 看完所有資料 他跟我說 其實這個單位 是經同一間公司的其他同事 買入 你當 值得一提 那個業權 只有一個人的名字 只有一個人的名字 他再跟我說 是業主的老婆 在裡面掉頸走了 其實你的同事知道嗎 應該知道 他知道 對 他完全知道 有這樣的事發生過 是的 但可能他自己都未肯定 那為什麼搜尋不到 這個就是地產 有一個問題所在 因為地產的行內 看完了 沒有了 最精湊的部分 看不到 是的 這只是恐怖在線 每晚的精華片段 如果你想看到 一個小時 免費節目的說話 可以在星期一至五晚 大概11點 達8個字 可以去到admundpun.com 至於在Facebook 只要你Like了我們的專頁Hotbase 都會看到的 另外VChat的火嘴網 以及BigBigAir的手機APP 都看到大概一個小時的免費節目 但是如果你想看全集節目 大概有一個半小時的說話 麻煩你參與我們的月費計劃 現在聲音的月費就是30元 而視像是40元 只要你成為我們月費計劃的會員 隨時下載 隨時看完所有節目 還有只要你加了10元 就可以用到我們的 BigBigAir的手機APP 很方便 隨時在手機裡面 都看到我們的節目 所以不用想 立刻下載 立刻成為我們的付費會員